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让维师来交给你们正确的破解之道吧 这不是杨教宝座的车车下降 这是一辆自带来电很厉害的车车 可是一段距离都能让对方突变身亡 以前知道困之奇人之身 靠我的电磁炮厉害 还是你的电磁炮厉害 不好意思 我要出手了 这是我的战略 哈哈哈哈哈哈 别了半天才放大招 他走得慢 原来你竟然是这样的电磁炮 哼 地面军队怼不过老司机 看来要用空针的队 我不允许有人比我还要强 来刷一个妖怪的车车 真是上天无理 对地无理 你给我适可而止吧 你给我箭开 跟取了火灯家兆 对面的电磁炮来了 注意注意 光学雷达跟踪目标监控正常 太阳板展开正常 各舱环境正常 准备发射 好吧 用火箭这种方式太深了 而且耗资巨大得不偿失 看来 我得用体内电流 充分燃烧脂肪的毒门秘技了 接下来 是我一个人的干架 不好意思 电机公主真的要出手了 当看到对面放下电磁炮的时候 你可以迅速的去偷开另一条路 迫使对方拿出费用截场 这样就不会是巨人加电磁炮 加女巫的完美阵容了 如果对方不截你的场 一心想推平你的他 那就只能使出鸡老群 十字被弓的绝杀了 十字被杀呢 就是利用小黄毛 或者哥布林 骷髅守卫这种近战部队 将目标团团团围住进行输出 这样就可以让输出最大化迅速的秒掉目标 同时还能避免电磁炮或者法尸 这种AOE伤害 因为电磁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慢了 实在是太慢了 关于这次破解所用到的十字围杀呢 其实是属于小兵投放的细节 这种细节在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不同的兵种有不同的围杀方法 比如说骷髅巨人需要将小兵投在背后 以避免炸弹带来的伤害 而对于野猪骑士呢 就要投放在他前面给他进行堵截 好啦本期的套路扩解完毕 相信看了本期视频之后 再遇到电磁炮 大家一定可以从容应对 把它变成遥控车玩具车就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